大家早安 今天 蠻特別的 此生 第一次被邀請 參加一個活動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穿搭 我裡面就是穿黑色的那件 你們應該知道吧 裡面就是一個 牛仔褲 然後我今天很難得又戴了它 因為我想說 其實不要太邋遢這樣子 戴一個金色的耳環 我想說這樣子 應該可以稍微點綴一下吧 像還沒出門之前先吃一點稀飯 裡面加的是 肉鬆跟豆棗 如果你們不是台灣人的話 看到豆棗可能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鬼 它就有點類似像甜甜的東西 然後可以讓你配著稀飯吃的 他說沒有肉都不要跟我講 我叫米歆的那個是 對,我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就是在做餐飲的內場這樣子 然後 我那天文章是寫說 就是因為那時候是社會新鮮人 還18歲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熱情 回去再跟你們說大概的狀況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加活動 所以就有點緊張 有點害羞這樣子 炸雞 我好久沒吃這種東西了 然後我買的是胡適漿的雞肉飯 跟老皮嫩肉 就是那個 還要喝一點 對 我去下坡好不好啊 上坡好嗎 哇 爆衝欸 哇 哇 尿尿尿 終於到我的親愛房間了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參加這個活動的感想 可以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我之前有接到天下雜誌的邀約 要跟我們一起合作一個貼文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instagram發了這一篇文 活動結束之後天下雜誌他就想要邀請我們 就是這些當初跟他們合作的有在經營自媒體的人 他們就想要來大家互相交流 和合唱 聊聊天 然後我本人是 他們很緊張的 他們說要一個人一個上去自我介紹 然後我那時候又一直在心裡 我到底要怎麼講 然後心上一直撲通撲通的狂跳 真的是 然後他們還有發一個小禮物 給你們稍微開箱一下 不過因為是天下雜誌的關係 所以當然一定要有一本他們的雜誌 這個主題我應該是不會看啦 因為我對於股票完全一竅不通 他們又送了一個筆記本 這邊有個肩帶 明信片 他們就精選出每年總共有12個月份 都會有不同的雜誌的封面 鉛筆四肢 它上面都有寫各自的slogan 其實我個人還蠻常用鉛筆的耶 寫筆記 我不喜歡用原子筆 我很不喜歡立可白或立可待的痕跡 看起來很噁 再來還有一個我個人非常感興趣的 就是這一本書 參加了活動之後啊 他們就帶我們到一個充滿書的地方 那邊都是天下雜誌出品的 然後他們說來 你們就每個人看自己要挑什麼書 我們就送你 怎麼會想說OMG怎麼會這麼好 這一本呢 他是在講關於Netflix的創始的故事 聽那個行銷公關他們說 這個就是很好看 可是就是有點燒腦 所以呢我覺得 我在睡前 我想要滑手機的時候 就把手機丟掉 我直接看這一本 就趕快早睡著氣了好不好 經過這次的活動呢 我深深的理解到自己的social能力 要再更加強一點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人 只要不笑的話 我的臉就會變這個樣子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欠我錢一樣 所以我今天在活動的時候 我就一直這樣 啊 我現在嘴巴好痠喔 好 那我就趕快去洗澡啦 大家早安 今天是一個禮拜後的週末 那這次呢 我媽就特地跟我說 叫我一定要把今天空下來 因為今天我們的社區好像有一個活動吧 反正呢 她就跟她的鄰居陪我們要上台表演 所以她就叫我一定要在台下看他們表演 幫他們加油 我媽好像是要表演唱歌跟跳舞 我爸就是單純唱歌 那他們唱歌呢 就是那種一大群人合唱團那種 我真的 OK 偷偷看她在幹嘛 和你唱歌 有什麼 topics 大家好 我唱歌 她們是有人唱歌 我唱歌 然後我們唱歌 我們唱歌 有什麼不歌 我唱歌 覺得怎麼樣 我唱歌 她說我唱歌 我唱歌 來幫我媽化妝 因為她說 她要美美的上台 爸爸跟她學姐 但學姐好像 欸 對 她有唱歌 妳以為是狗嗎 雙下巴 如果等一下回來不能怪我 沒關係 再卸掉再重用 應該還不錯吧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應該不用再吹了吧 不用 我覺得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 就是這樣啊 叛叛 好漂亮喔 這是 這是 很好吃了吧 吧 太好吃了吧 真的很辛苦練 他們要表演的節目是舞蹈 歪吧 倫巴 倫巴 烏 此情依 夜安乡 我为你修良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修良 我为你修良 没事 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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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不设计 大家早安 我要去一个非常酷的地方 那就是我的国小母校 这个事情呢 就是要回溯到十年前 学校就有办一个活动 就是大家可以写一封信 给十年后的资金 所以前阵子我就说要通知 就请大家要回去打开你的时光胶囊 看看十年前你写的什么鬼东西给自己 这边唱得这么好 这边唱得这么好 老师最开心的 那边唱得太开心了 跟老师做吧 看我的最终糖量 这个可以带回去 太好了 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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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都回来了 我等你等到你久捏 等到你很大 沒有啊 我等你看一看 我等到你久了 對啊 小霸 小霸 還沒還沒 很久沒在那裡了 他剛睡醒嗎 對啊 開心 開心 很遠 不要拍照 被人拍照 還要錄影 味噌 阿 他在弄哦 你也在弄哦 有空 還是蹄子 他在弄 好可愛哦 好可愛哦 我會開 阿萊很久不见 好多喔 好多喔 有啦 我已经把它浇灰肉 它现在可以不用煮了 超级饿 这个有点两半肉 好多喔 干杯 是谁在哭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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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姨吗 阿姨 kes 喔 他是吧 你在干嘛 谁的内部 阿空 阿空的 阿空的那个 花色都跑出來 我現在到家了 今天早上不是要回我的國小母校嗎 打開那十年前的我寫給我的信 那我現在就要來把這個時光膠囊打開來唸給你們聽 你們看這紙都已經泛黃了 十年後的我應該也是小小的一隻棒 我希望你能成為一位大廚師 小廚師也可以啦 也希望你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其實我真的好想看看現在的你有沒有講高點呢 有沒有講肥點呢 有沒有講的美麗好多點呢 我現在最最最開心的是 終於可以買筆電啦 最最開心的是 終於要踏上呆呆的國中生活啦 最開心的是 終於畢業啦 我好像說太多了 那我就來做個結尾吧 祝你好事多多 紅塵萬里 心想事成 記得 我愛你唷 M.U.A. M.U.A. 到底在M.A.什麼啦 現在來一點一點驗證 他說 我能成為一位大廚師 也沒有到大廚師啦 就是有當廚師而已 他說我有沒有長高一點 沒有 我還是一樣 矮呦 他還問我有沒有講肥一點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有一些地方肥了一點 例如 這邊 有沒有長的美麗好多點呢 恩 應該有吧 他說他現在最開心的是 終於可以買筆電了 告訴各位 根本就沒有買筆電 因為那時候我爸叫我朋友說 我小畢業就可以買筆電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超級開心 結果沒有想到 我媽就阻止了這件事情 他說不行 就在上鍋中還是不能買筆電 你開心得太早囉 然後他還說 記得 我愛你唷 我愛你 你是什麼意思 好啦其實這個比我想像中的正常許多 我以為會寫到希望你跟哪個男生結婚什麼的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有這種想法 還好我沒有看到這段話就代表小六的我還算是有點腦子 那希望這支影片你們還喜歡 這大概是結結了我四月的所有的週末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 再開啟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喔 我也非常感謝你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更人生活的話 記得追蹤我的IG喔 好啦 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啊 還可以 看見